那夏小强先生我想还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说这个像川普他在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 因为他有很多的信息来源 我们知道他还有早餐会什么的 他有很多的信息来源 可是他却能关注这个大纪元 英文大纪元 那我想知道像西方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 他在看大纪元 那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他是被封闭的 那个相当于一个局域网一样 他的信息是过滤的 那他是怎么样来获得这个真实的信息的呢 那首先我们可以肯定一点 中共高官他不会从中共官方媒体来获得信息 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中共前总理朱镕基在2011年的时候 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清华百年校庆 他当时发表演讲 他就是说我退休之后 每天吃完晚饭要看七点到七点半的新闻联播 那不是他在看这个官方媒体 他说我看他们在胡说些什么 然后呢他又提到新闻联播中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新闻联播中说 中国汽车行业引领世界 朱镕基就说这是狗屁 这个消息当时是被报道过的当时媒体 对 这就说明什么呢 朱镕基作为中共的总理 正国级的官员 中共政治局常委 他是不信任中共官方媒体的 所以说中共官方高官 他们是不从中共官方媒体中获取真实信息的 那他还有别的渠道 对他们的渠道就是内参制度 中共的内参制度是从上个世纪 就是红军的时候 江西瑞金的时候开始的 当时他们有一台发报机 他们从发报机中收取 国民党中央社和苏联塔斯社的一些信息 汇变成所谓的这种内参 然后交给中共的领导人去观看 后来呢在中共建政之后 这套内参系统就继续传承下来了 进入了一种系统的运作 这种运作呢 当时就是从最高级别的媒体 新华社到省部级的媒体 都建立不同级别的内参 就是不同的内参 有不同的级别的人观看 所以说新华社的记者就曾经说过 中共领导人到部级领导人 中共最高领导人到部级的领导 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调阅新华社的内参 当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在自杀之前的时候 也是先取消了他观看内参的这种资格 这个还不是说所有的中共高层都可以看 对啊 他不同的级别 对照不同级别的内参 当时邓小平在上个世纪70年代 复出之前的时候 是先恢复了他观看内参 也是观看文件这种资格 说明了这个内参制度 对于中共来讲 就是一个主要的获取信息的这个渠道 就是在2000年之后呢 也就是大纪元和新唐人这媒体建立之后 大纪元和新唐人的信息 也成为了中共内参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我有一些权威渠道得到的消息 中共高层都在看大纪元和新唐人的东西 纽约中领馆 他们收集每天的大纪元报纸 发到北京去 然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 曾经摆放着大纪元的报纸 中共现在有政治局常委 定期录下新唐人的视频节目观看 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吗 现任有政治局常委 定期录下新唐人的节目视频来观看 对 所以说中共高官他们就是 现在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网络 专门网络渠道 他们不需要翻墙 就可以看到大纪元新唐人 包括美国之音节海外中文网站的这些信息 现在中南海有专门的人搜集 大纪元和新唐人的这种信息 就是来供他们参考 不光 对还有 不光是中共高官在看 其实中共高官里边 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和610办公室 他们也在看大纪元和新唐人 是吗 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在2005年的时候 天津市前国保和610办公室的一个官员叫好凤军 他因为不愿意参与破坏法轮功 他就从天津逃亡到了澳大利亚 然后在澳大利亚获得了政治庇护 他出来的时候带出来的一批就是610办公室 针对法轮功的一些机密文件 这些文件我是看到的 您亲眼看到了 对我亲眼看到 然后据好凤军说 在2004年底到2005年初的时候 天津北京等9个省市的610办公室 他们集中在深圳召开了一个专门针对法轮功所谓三大媒体的一个专项会议 他们把法轮功的大纪元 新唐人 《希望之声》称作三大媒体 他们这个会议呢 就是专门针对如何对付这个三大媒体 如何在三大媒体监控 如何派遣特务渗透到这个媒体中去 如何分化瓦解这个媒体中的力量 如何进入他们的内部成为他们的成员 都是来针对媒体这种渗透搞破坏的 有一个系统的安排 有一个系统的安排 等于说他们在全面的针对大纪元新唐人这些媒体 这个事情就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610办公室 他们每天都在看大纪元 PEED 为何处理 苍